人来人往的路上一望而去 女性的脸庞都被口罩盖住了一半 事实上有没有化妆没有太大的区别 正是这样的情形让彩妆业者的业绩大受影响 口红经济学指出 过去经济不景气时 口红会卖得特别好 但疫情后人们戴上口罩防疫 口红也不再热卖了 根据统计 疫情以后口红销量明显下滑 眼妆产品反而取代口红成为销量黑马 疫情期间经济往下转 但是口红的销量也是往下转 那么它逆势的成长将近三分之一 彩妆师解析 口罩中的重点在于眼影与眉毛的过度 并画上眼线提升精神 先橘粉红的这种颜色 然后跟上一个颜色来做检测 从彩妆看经济学 让消费者在疫情期间也能画出最快速 省荷包的适配妆容 记者张芳瑜张凯琳采访报道